外北大陸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好 這我好像不透有力氣 壓力很大是嗎 okay 我想滿開心 今天有這個機會利用很短的時間 要跟各位談很大的問題 因為壓力是個談很久可以寫好幾本書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是連續課程裡面的其中一堂 那我先問一下各位主觀的感覺 同學覺得你自己有壓力的請舉手 舉高一點 很好 因為壓力是一個人在成長跟進步裡面很重要的動力 但是幹嘛要來談壓力 但是壓力太大的話 它會造成什麼 因為適度的壓力跟成就的成正比 但是達到一個頂點以後它會下降 所以它是跑五線 壓力越大 原來在某一個適當時機的時候能成長能成熟 但過大的話它成就會下降 所以如何去管理壓力就滿重要 那我們這個課程重點是談心理健康促進跟自殺防治 我們第一堂課也提到 自殺是很重要的一個世界性議題 實際上這個課程是藉由我們去了解自殺的整個過程 原因還有細節來提供我們如何讓自己的心理更健康 更白話就活得長又活得品質好又活得快樂 所以變成重點又是在離苦得樂 我們來的時間滿有限 所以我預計跟各位一個鐘頭來跟各位分享 就是有關壓力相關的議題 那談到壓力相關的議題 我們可能要先有一個概念 我們這一門課主要是針對人 對不對 不是針對動物 因為動物也有壓力 針對人在談的話 最重要就是要從人的關懷開始 所以以下我們在談到關懷自己或關懷你周圍的人 所以建議在關懷 所以整個課程從頭到尾 我們會貫穿的就是要以關懷為基礎 來關心自己的壓力反應 心生健康 同時要如何把這樣的概念跟方法要推廣出去 那各位同學可以看得到 健康一定是生跟心的整合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 健康是指一個人 他的身體、心理、社會三個層面 達到安事、和諧、平安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在學理上 你可能會注意到 我們所謂的心它不是單獨心 人是心跟身整合在一起 而表達出來行為 我舉一個例子 心如何影響到身 譬如有位同學 有位藍同學某一天防昏的時候 走到野嶺大道到戶中底下 突然間看到他交往五年的女朋友 跟另外一個藍同學抱在一起親嘴 他會什麼反應 我們都會笑得很開心 應該他會笑得不出來 所以他行為會不一樣 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紹 不過急診處裡面看過 這位藍同學看到這女朋友 跟別人在親熱的時候 他突然間雙眼失明 看不到 那怎麼辦 摩黑到叫計程車到台大急診 警察都正常 但是他就真的看不到 那這叫什麼 轉化症狀 看到不開看的東西 他的心力承受的壓力過大 他沒辦法處理 所以我們的大腦認知裡面要切掉 關掉就對了 我說這個有沒有影響到身體 他有 這叫轉化症狀 就身體也沒病變 完全是大腦上面的認知判斷 同樣女孩子很生氣 氣得這個男朋友又是劈腿 很想打他一巴掌 結果打到臉上快接觸到的話 手就麻痺了 手就變得不能動了 女朋友就很緊張 說糟糕怎麼辦 然後就抱著他受急診檢查 神經也是正常 他因為病 當然是有病 但他的病不是身體上的病 他是心理 那同樣 我一個蠻有認識蠻久的一個外科醫師 他開刀 開到一半 他突然間暈倒 輕微中風 血管阻塞 那一個禮拜 住院一個禮拜後就照顧我去看 為什麼 他醒過來以後他這樣 他這一次開刀 中風 不是他開 他是開別人刀 不是他開自己 他正在開刀的時候 看到一半突然想到 我看到早上上班前 他的女兒大學研究所畢業 但是最近結交了一個英俊瀟灑的男生 但是他是小學畢業 有續讀 我都聽了 又真想打他 但是又來不及 我就趕快上班了 他開刀開刀開了一半 突然間又想到這事情 結果中風 身體有沒有問題 有 你檢查沒有病病 有 CT有沒有發現 腦斷層 真的是發生血管痠塞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心理壓力 會透過腦的關係 影響到血管疏疏 所以各位同學 你在緊張會心跳加快 害羞會臉紅 緊張會想尿尿 這個就是心跟身是合在一起 那心理壓力太大 你不良的健康行為有影響的時候 譬如你壓力很大 我很喝酒 之後後來變成酗酒 所以這個行為造成酗酒 那行為的問題 又會造成身體的問題 所以變成酒精跟中毒 所以心理壓力大 我們過去在20年前 我們艾滋病在蒼醒的時候 蠻多個案就這樣 壓力太大 後來循環 後來找鋸泥 搞到後來艾滋病的感染 所以變成說你在因應心理壓力 有不當的健康行為 又會影響到身體 所以身體又會影響到心理 一個人癌症在疼痛 他會導致焦慮不安 所以心跟身合在一起 跟行為合在一起 是我們今天從這樣一個開始來談 這個心、身跟行為貫穿在一起的 最重要的一個媒介是哪裡 大腦 所以中間這裡有一個腦在這裡 全部都塗過腦 所以當同學覺得我壓力好大 你就要先告訴自己 好在我的腦還沒壞掉 還可以是這道壓力 一個失智很厲害的人 他有火災、有重大的災難病變的話 他沒有感應 他還是呆呆地坐在那裡 所以各位同學要一個概念 健康 他全人他是身體、心理跟社會相當的一個整合 他不是互相獨立 而是互相在影響 那這一門學問 我們叫心生醫學 心理的心 心生醫學 心生醫學 Psychosomatic medicine 他在談什麼 談心理壓力跟身體的關係 相互關係 我剛提到 哪一些性格人容易造成心臟病 有心臟病如果在合併憂鬱 他就容易早死 如果已經在他裡以後 這個是心生醫學 我們目前所開發出來的 那今天我想就在心生醫學的立場 來跟各位探討 有關壓力相關的議題 因為我剛才也提到 心理學家可以談壓力 社會學家可以談壓力 很多人 宗教家也可以談壓力 所以我今天 我比較是站在自殺防治 心理健康的促進 我們用的就是 以心生醫學的一個概念 來跟各位探討 那在談到壓力之前 我想我們最嚴重的 不是在跟各位談病的問題 新世紀的精神科的醫療的問題 最常見的就是 我們PowerPoint上面這幾樣 那第一個 我們上一節課 吳老師已經跟我們談到 自殺的重要問題 有印象嗎 全世界每幾秒鐘就有一個人自殺 40秒 40秒就有一個人自殺身亡 那自殺是單醫院理由嗎 當然不是 自殺之前一定是無助無望 覺得跟這個世界脫離關係 沒有關聯 但自殺別有很多原因 譬如我最常見被提到的 像憂鬱的問題 憂鬱 再來就是教育 有聽過或者接觸過憂鬱的同學請舉手 憂鬱 OK 不錯 焦慮 焦慮症 OK 好 焦慮跟憂鬱很重要 那憂鬱症的話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 在公元2020年 憂鬱症 它將成為全世界身體疾病 造成人類失能 就是生活功能災害 心理功能災害的第二大原因 的第二大疾病 它僅次於心臟血管疾病 所以憂鬱症過去 40年來 整個全世界性的都相當關心憂鬱症 那憂鬱症很常見 那診斷會不會很困難 大家先跟各位同學來分享 因為吳老師特別交代 我們這一堂課不是在談病 但如果從病開始著所 你沒有印象會比較深刻 一家人就覺得 其實精神科的問題 也不是離我們很遠 都是在我們身邊 為什麼 因為焦慮症跟憂鬱症加在一起 至少大概佔整個人口的五分之一 都20%左右 那憂鬱 顧敏思慾 他一定有憂鬱的情緒 憂鬱的情緒 悲傷啦 懶過啦 快樂不起來啦 那小孩子的憂鬱 他用的就是脾氣暴躁 雖然他不會講 爸爸我憂鬱 但是我就要撞牆 我就要打招子 憂鬱 那憂鬱診斷很容易 那為什麼當今我們要全世界共同要來面對憂鬱 因為憂鬱症的病人全世界都一樣 不到30%的憂鬱症的病人看對心理衛生的專家 或獲得心理衛生的醫療 那你說為什麼 因為憂鬱症焦慮症在我們中國人傳統裡面會把它叫做 腦神經衰弱 有聽過 那比較現代化的話就會把它叫做自律神經失調 那顧敏思義 憂鬱跟焦慮透過前面我們幻症片談到了 心跟身整在一起是透過什麼 透過大腦在連結 透過大腦的自律神經系統 所以當你一個人在憂鬱的時候 他不會覺得憂鬱 不會 他一定是同時會合併憂鬱相關的身體症狀 所以各位同學從今天開始 你會變成診斷憂鬱跟焦慮的達人 你只要仔細聽我下面的話 焦慮症 憂鬱症 他不會單一講是憂鬱 他一定很多不舒服 所以當你自己或者你要關懷旁邊的人的時候 譬如你有一個同學 我突然間看起來表情不怎麼愉快 你就可以問他 你是怎麼一回事啊 哪裡不舒服 他會講什麼 他會先講我的疲勞 記住 下面這句話是我行醫四十年來 行走江湖 沒敵人最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叫做語助詞的應用 在溝通技巧裡面叫做paralinguistic paralinguistic的語助詞是什麼 頭痛 還有呢 不要記得 嗯哼 還有呢 我這句話是站在人文關懷的氣氛下 你在廁所裡面可以練出兩三百種以上的口氣 就嗯哼 把他講得讚 繼續講 嗯哼 我講嗯哼 哦 不要再說了就對了 我說嗯哼 這句話的話可以讓你當一個很好的守門人 可以當一個很重要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 積極聆聽的 listener 所以這個同學他講 頭痛 嗯哼 還有呢 失眠啊 嗯哼 還有呢 肚子痛啊 還有呢 胸部不舒服 還有呢 腰下背痛 嗯哼 還有 頭暈 吼 那麼多不舒服 還有沒有 沒有啦 就句號了 那沒有了 你下一句再問是好 那你那麼多不舒服 那你心情怎麼樣 你說我好難過 這是什麼 憂鬱症 對吧 如果他你心情怎麼樣 我好緊張哦 怎麼樣緊張 助力不安 這是焦慮症 我這樣就及格了吧 你不必要當醫生 為什麼 因為憂鬱症如果仔細再去分的話 有好幾百種 焦慮症也是 我到恐慌症 有慢性焦慮症 有畏懼症 有怕蟑螂的 有怕老鼠的 有怕枕筒的 有怕細菌感染的 有怕坐在桌子下被感染的都有 所以各種害怕 這一些你都不要擔心 犯症騙症的 這一些所有的症狀 如果靠講話 你就以他為中心 關心他 你哪裡不舒服 一一的集集聆聽他講 手段就這個 嗯哼 還有呢 講完就 好 你心情怎麼樣 那萬一你看不到他 你就你剛剛掃過的QR Code 掃過了 裡面有心情溫度計 那心情溫度計就寄給他 告訴他說 我從你的mail裡面看你好像最近心情不怎麼開朗 吳老師有講過 這心情溫度計就像井郎妙計 你只要花一分鐘 就知道你有沒有焦慮 有沒有憂鬱 有沒有想自殺 因為心情溫度計本題五題 外加一題 是你有沒有自殺想法 所以這一章就要告訴各位說 你不要擔心 現在全世界世界衛生組織最強調的 不是原來傳統的精神分類症 現在所談的思覺思調症 一想知道他有病的 會撒下昂 你說他有病 他說 我才沒病了 我自言自語的 你看就我有病 他說沒病 但是現在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要強調就是像你們坐在這裡一樣 如果問你說 你有沒有焦慮 有沒有憂鬱 舉手 應該是五文之一以上 焦慮症 優惡症是very very popular 但是很常見 那现今也是影响我们的医疗品质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为什么 因为这群人到处看 我刚念过 我那个焦虑症忧郁症的人 他会看哪一科 头痛看神经科 二名看Opio科 紧张的话 喉咙像什么梗塞 我要去看喉咙科 我刚提到 那个男朋友看到女孩子 眼睛失敏就看眼科 我那个眼科检查不出来 所以眼睛没问题 就给他剪去看脑科 我看脑神经科 我那这样一乱两科的话 一定要照脑痕成 要照核子共振 这一画下去都是好几万块 我检查出来 跟他讲你没病 病人会接受吗 我明明眼睛看不到 你又讲没病 就变成导致医疗纠纷 所以万一他讲 你的同学讲 我病得那么重 但我到时候看病都没有 都说我没有病 你说对 医疗上科学仪器 跟你检查没病 但是我听老师讲过 这个焦虑症 忧郁症真的是病 有时候病人来看我 我只跟他谈这句话 他就好了一半 他说李教授 我都明明精神科 我又没有咻笑 那为什么所有的人告诉我 我三天来到处看 每一科都看过 最后他们都跟我讲说 你要看台大精神科 因为网路上我在讲这个事情 那我今天来不是要来看病 我是要来证明说 告诉我家里面的人 我精神没问题 听懂 他焦虑症优异性的人 他是为了来证实 告诉我开一张诊断书 证明他没精神问题 我说你家里面的人很关心你 他们都说我没病啊 我说那你今天为什么来 我说他们也有精神病啊 那我说你所谓的精神病是什么 去笑啊 我说你当然没有去笑啊 那你说我有没有病 我说你当然有病 为什么有病 那个焦虑起来 我那个刺激行情失调 心胸闷起来 都快死掉的感觉 对对对对 我就是快死的感觉 他们都不相信我 以为是假的 我还告诉我说 你要冷静啊 你要放松啊 他们是 我都要放松 我就开始吵架吵起来 所以一个人就变成六个家属 一起来看 所以看着很累了 你说我看着很累吗 不会 那六个人一起来 还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这发两分钟 就给他全部讲完了 为什么 就我刚刚那句 嗯哼 我就问爸爸说 那儿子这样我刚听了 有焦虑症 你们觉得对对对 就是这样 两分钟完 太太 我问他说 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啊 你就是说你讲得对 大家医生 每个医生都说他没病 但是他自己觉得病得很严重 已经胜到总经理 又没办法去上班 你看这个我们怎么受得了呢 你说这个叫做焦虑症 他其实是一种病 这个病 我不是他精神有病 心理有病 这整个脑 他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 先从这样开始讨论 然后进一步 开始要治疗以后 就回到我们待会上课要告诉你们的 那焦虑症不是只要靠吃药 焦虑症的治疗是全面性的 我比如刚刚提到 他身体 他焦虑很厉害 心跳很不舒服 或坐立不安 这个可以用抗焦虑的药物来处理 但是他心理的问题 譬如万一他刚男朋友跟女朋友之间交往的沟通的问题 这个可以用心理治疗 行为的问题可以用认知行为 所以现在最常见如果从自招房推回去 全世界都一样 自杀身亡的个案生前百分之85以上 很可能都有符合精神科的诊断 那最大宗的是压力 大概百分之85 百分之85是什么 忧郁跟焦虑 那偏偏三堂课吴老师已经暗示了压力会造成什么 焦虑 忧郁 愤怒 也就是上一堂课吴老师已经提了压力的三部曲 那我今天最终我就要把这三部曲的曲名 跟曲内的内容 要跟各位报告的跟清楚 让大家变成压力的达人 不是承受压力的达人 而是很容易管理压力的达人 那除了忧郁焦虑以外 我目前当今社会里面很重视的物质那种 我想这个同学应该很清楚 镇静力的应用 安眠料的使用 脑脑非法药的使用 另外一个感冒糖浆的使用等等 再来是网路成瘾 网路成瘾 譬如他不上网会不舒服 那上网时间越来越多 搞到后来生活兴趣也失去了 每天脱脑想都是网路的问题 我做个民调 自认为自己有网路成瘾的同学请举手 一二二三四五六 这个交流科病的讨论一曲无论 因为我跟吴老师在中文在做这个网路成瘾的研究调查 我们初步的结果就发现到最重要的网路会成瘾是他比较会等下会谈到的 他的情绪比较不稳定 比较完美主义 比较做事很急 急性质这些 也有一些性格的特点 再加上他是为了某一些应付某一些压力不舒服的情绪反应跑过来 所以他已经造成成瘾就是说他非要上网玩游戏 非要sortian leg working或者非要online shopping 他更严重了 你sortian leg working只是在那边一直玩一直打不舒服 shopping的话就倾家荡产 所以网路成瘾会跑来看病的都不是为了网路成瘾 都是他爸爸妈妈来看病 为什么 如果online shopping到处网锅弄到后来钱都没有了 那才会造成经济困难 所以妈妈被气的妈妈生病来看不是小孩 所以我跟吴老师现在一直在想的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地区我们现在最新的调查里面是 这个成瘾是真的会有阶段症状那种 真的有 有 criteria 对对 就是说万一你在gaming的时候 我直接不玩网路游戏的话 我就会心里不安 皱力不安 脾气爆炸 没办法做事 这个有标准的 criteria 我们有9点 所以万一同学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将来放在网路里面 这个我是指出来就是说 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 他的精神科的疾病会跟着环境 跟着他接触到你的media在改变 那我们最新的调查是成人人口里面大概有百分之1.9 有达到网路成瘾的地步 那如果以你们的年龄15岁到24岁的话 他比例可以高到百分之6 这个已经最保守的统计了 我刚刚看同学举手应该也差不多符合这个标准嘛 也不少数啊 所以将来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关的 在小组讨论也好 针对压力管理跟网路成瘾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为这是蛮热门的一个话题 再来青少年的问题 青少年的自杀是该年龄疹自杀的时候你的第二名 那再来老年的问题 老年也容易忧郁 老人家他因为很多身体疾病 所以容易导致很多心理上的问题 那老人人跟青少年跟家人的沟通 也会造成一些社会的一个障碍 所以老人人就整个心理层面来讲也是当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老年人的自杀问题跟着全世界线的一个问题 那老年的自杀是亡率是一般人口的两倍 所以蛮高的 那再来性侵害家庭暴力 我相信各位同学 你的同学里面多少都会听过 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是災难精神与血相关的问题 大家可以想象到921症灾SARS 还有巴仙 我们那个 巴仙的那个 整个城堡 再加上我们最近台南的症灾 所以这一些人死掉的家属 他会有严重的哀伤反应 那没死的他会造成PTSD 创伤症候群 所以现在一堆人 我像症灾 他一看到到了我就可以心跳就要快 就看到他跑走了 我以后就变成他请假 我上课如果到台大来上课 我看到罗晃的话 他就开始没办法来适应 这些是严重的创伤症候群 所以同学如果这几个病认识他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我在台大健診和门诊一个下午 特别门诊 有时候很不好意思要看到八十九十一百多个 看的都不是那些自言自语 坐在那边就像同学坐在外面 他们如果来在那等待的互相会讨论 病情严重的等待互相讨论 病情就是这一些病 都是看不出他有病的 所以这个叫做Common mental disorders 也就是目前我跟吴老师正在推动的就是说 这一些疾病如何早期诊断发现 早期可以促进他正当的求医行为 让他可以提早恢复正常生活 预防他的Communication 好下面我就不讲病了 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这跟压力有关 从自杀到下面的灾难精神医学的观点来看 全部都是压力 特别是灾难精神医学的问题更是压力 我们一个压力不会单独造成一个人生病 但是traumatic stress 重大创伤或譬如症灾压下来的话 任何正常人 你只要看到的话都会有反应 所以除了这个我们叫重大急性压力以外 其他症的一个小压力要造成病的话 都不会单一 大部分都体质上 他体质有特殊的弱点 等一下我跟各位报告 那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讲压力管理 压力既然都是我们每天要碰到的 我们刚才提到少量的压力 可以促进你承转进步 但过度就不行 那如果把压力管理到说不会过度 就是我们这一学期里面 课程里面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会持续一直要慢点下来 所以待会利用很短的时间 要跟各位来讨论到底什么是压力 那压力的身心反应是什么 那另外压力过大 会影响到什么的健康的问题 最重要当然是说 应付压力的一些原则到底什么 接下来有时间的话 就会带到吴老师 大概利用10分钟跟各位来share一下 从压力来探讨里面 我们如何带入健康促进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压力三部曲 三次吴老师提供 当你在谈压力 半夜把你叫起来 你都要备注这张幻灯 你来问说 李冰冰啊 压力为什么反应 你就会讲说 他不是焦虑 就是忧郁 就是愤怒 这三种最主要的急性 慢性压力的常见情绪反应 但是为什么叫三部曲 压力之所以压力很不客观 它是相当主观 譬如你每天 我上个礼拜去看过一个45岁的 一个水电工人 他跳楼自杀 骨头全部都断掉了 那请问我们去看 然后我们去跟他练谈 他很难过 所以这一次怎么会想不开 他说我认识了他女朋友 因为他女朋友也是 离婚两个人 认识十多年 我们从嘉宇搬回台北 这个女朋友 本来我们每天住在一起搬回台北以后 刚好碰到过年 他只关心他的自闭症的儿子 都不来看我 你说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不要我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没薪水 我现在没办法养他 我要养他自闭的儿子我不够 所以我就想说干脆就走了 不想影响到他 不要人类他 那这是什么 这压力是很大吗 是有事件吗 没有啊 是他想出来的啊 OK 那我们就找他的女朋友来了 女朋友听了又很难过说 这人我没说了 乱讲 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啊 我只是因为儿子刚来接过来 很不电话 花比较多时间 那网路也不通 以前是每天打电话 现在只是少打一通而已 他就这么生气 他想太多了啦 所以这个人他觉得我没有用 我心情不好 我被抛弃 是有客观的事件吗 没有 他完全是心理上内在的一个感受 所以你说跟女朋友分开 我们下一次的题目会谈这个分手 我讲说离婚是压力吗 离婚是一个事件 事件是所谓变成压力 最重要是看你的大脑如何认知解释 也就是说这个大脑如何评价 如何评价这件事件 所以最常见的 如果你认为这个压力的事件是危险的话 你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应 焦虑我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紧张 不安 何必一大堆的生理症状 万一它是挫折的话 它会产生愤怒的感觉 愤怒 那这个挫折可以是自尊心受到打击 比如我刚刚提到那位小工人 他原来每天清清我我 跟他女朋友在一起住了十年 为了某一些理由搬到台北来了 那变成电话少打了 联络也少了 又碰到过年 这种佳杰媒婚 佳杰被私亲 他又一个人 所以变成更想他 所以他自己受到挫折 这是他自己的认知评价 他就会产生愤怒 愤怒的情绪如果针对自己 他就会自杀 愤怒如果针对别人 就会去杀人 所以伤人跟自杀 往往有时候是一体的两面 那另外很常见的失落 譬如老人家过世 先生过世 太太他的癌伤反应如果超过六个月 又合并自杀想没有好好治疗 结果在先生的吉日那天 他也同样在同一个地方 躺在同一个床上同样自杀 所以这是失落感 所以配偶死亡等等 所以压力一般来讲 它是内在的心理的压力 也可以是外在的生活时间 所以压力之所以压力 是完全看你怎么认知 所以同学要注意 急性 紧张 我觉得危险 所以一个罪患 在等待判刑的时候 他是焦虑不安 等到判死刑 他会不会紧张 不会 他变成是忧郁 失落 所以一般来讲他情绪反应 长久来看会从焦虑到忧郁 从愤怒到忧郁 我刚提到我们那小功能 实际上是十年前 他太太离开他很难过 我就忧郁了一段时间 然后女儿 他唯一抚养长大的女儿 18岁 我又离他而去 我背叛他 他讲是背叛他 我又失去他 所以整个来讲一个失落感 他原来是从焦虑不安 到后来的失落 到后来交上心路的女朋友以后 共同又不良 失落感就加重 所以变成一个长期的 从焦虑 愤怒 忧郁导致自杀 那么单纯吗 当然不是 他在焦虑的时候是喝酒 吃十年来他每天酗酒 已经开始喝酒的行为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那看心理压力用的是 不正当不健康的行为 来面对压力 像嗑药 喝酒 嫖剂等等等 我开快车 所以高速公路上的车祸 美国的统计已经很清楚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 高速公路车祸 如果仔细调查 都是在上高速公路之前 有跟任何一个人口角吵架 那是为什么 因为愤怒会转移 所以情绪的反应里面 我们最难处理的是愤怒 要记得 所以这学期的课程 如果你学会面对一个 对你很愤怒的人 你就成功了 你到台大来有很好的IQ 你这个课程修完了 你会很从容 很善意 很关怀地 来面对愤怒的人 那你真的是EQ胸高了 我刚才车上来跟乌老师在谈 问说我们台大IQ最高 那到底台大的EQ 我到底有没有调查 我说到目前为止是没有 我希望这个课程到后来 可以制定出EQ Emotion Caution的两表 在EQ的两表里面 最重要是在处理愤怒 处理愤怒 那一个人在焦虑 不管是什么原因焦虑 我们只要用对药 因为用药是暂时性的处理方法 只要用对药的话 大概三天到四天血液龙度稳定以后 尽管天快塌下来 你的焦虑的症状还是可以控制 所以压力的管理不是要把压力拿掉 而是协助你这个人用尽各种方法 包括生理 药物 心理 行为 来改变你对压力的反应 尽管你朋友离开了 你还是气定神闲 还是积极乐观 可以继续生活 可以找工作 可以找到新的朋友 这是压力管理 其中比较大部分在谈的是如何来 面对改变压力的反应 焦虑很容易处理 忧郁也很容易 现在忧郁很多困难的个案 但是总结来讲 百分之75以上的忧郁症的个案 如果你好好地用对药的话 在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它忧郁情绪改善 原来要想上吊自杀 想要吞咬 它也可以改善 但是围堵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40年来的经验 包括文献上 愤怒没有一铁药 这个人很爱花笔记给他一颗药 他吃了不愤怒 没有 没有这样的药 但是愤怒又是最伤身 我们知道愤怒容易造成高血压 愤怒容易造成心肌梗塞 愤怒容易造成冠状多么硬化 愤怒容易造成十二指甲溃扬 愤怒容易造成意外 所以愤怒伤身过去40年来 文献上已经研究很多 但是我要跟各位来分享 其实应付愤怒要不要药 它不是要靠药 等一下这个美感 这个小朋友没有 要跟各位来分享好不好 压力到底是什么 从刚刚的讨论里面 压力它是一个外在的生活事件也好 内在的感受认知 你想出来的也好 大部分它是有压迫性 另外它是不确定 不知道 你没办法去掌握它 另外一个危险 我会带来危险 所以压力的反应有好几种 但是我刚提了焦虑忧郁 一个人在焦虑忧郁的话 你很容易去安抚它 很容易去同理它 对吧 同学在紧张 你一定会靠近它 你不要太紧张了 它在忧郁 你去关心它 它在摔椅子打桌子 你看得它近而远之 对 但是我期待你们将来修完这个课程以后 相反焦虑其他同学处理 一定够忧郁鼓励它 安慰它 给它认知 改变 让它有正向思考 但是同学一定要记得 你修过这个同时课程 老师有讲过 当你拿到证书的时候 你是最荣誉去面对愤怒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提到愤怒是跟挫折成正比 挫折越大它越容易发脾气 这句话听懂吗 所以要应付愤怒一般人就是最常见的 他骂我我骂你 我们医师最常见 因为台大医师都很忙 比这慢来看这个病人 病人讲说我已经进了 从早上八点进了 你现在十二点才来 我爸爸都要睡觉了 就很生气 几十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推人文教育 压力管理的时候 医师讲说你嫌我们慢 那我们的工作量就这么大 如果你不喜欢 那你转到别的医院去吧 这叫做我就在以怒之怒 那么你再骂好了把你当做疯子 那让你骂完整病人都是这样 就让你骂也没有同意心 另外一个是逃避 你约骂我明天就不敢来 本来照理是要一天来两次 搞到后来两天才来一次 那你说这样一个沟通状况会不会造成纠纷 当然会造成纠纷 所以蛮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如何去应付 积极面对应付愤怒的人 你说我又不是神经病 我又不是精神病 那为什么愤怒的我要去面对他 当然这个讲话不太对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不太讲去污名话说 哪一个人精神病 神经病 我们目前都不谈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的都已经说了 他是一种不得已的生理心理健康受挫折 我们现在就把他反话 我是怕说我要你讲说我老是告诉我 我要你有愤怒的话 让我们要激举勇于面对去帮忙他 我的家人问你说你老是起笑 你就跟他讲我老是没有起笑 我老是很正常 他教我们告诉我们 世界上所有的精神科疾病的人 他也是病 是弱势族群 更需要我们的同理心去关心 那如何面对愤怒 答案 同理心 这三个字会如影随形跟你一辈子 这三个字会如影随形 在每一次的讨论课你可能都用到 你不要到时候要写意见评论 跟吴老师讲说课程太多评 太多宠物 为什么老是每次谈同理心 谈的程度不一样 我今天是先谈入门 同理心跟同心心不太一样 一个人 人际沟通的一个冲突 比较难除了就是愤怒的情绪反应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跟我们两个同事 因为有我们成功的一个案子很开心 结果晚上吃饭是没有喝酒 然后搞到半夜 想十二点多少回到家 有一个同事就很开心 因为我们那个案子 那个project成功了 又得到钱又完成了 很开心的唱的歌回家 我结果那太太出来看到 就发现我们的同事回来 按门里回来 一看到我们的同事这么晚回来 又喝酒了 我马上就jump into conclusion 我又喝酒了 通往哪里喝酒 你又来 你又乱来 他说 你干嘛那晚回来 通往去开会来 哪有开这么晚的 我一直骂他 我骂完以后说 也不打电话回来 我就整个很凶 结论他骂他一句话 你给我滚出去 结果我们的同事本来很高兴地回来 就突然间骂他 你给我滚出去 就直接很惊议 就往后退 退到一半 你知道他太太讲什么 你给我死回来 我们的同事也是医师马上说 我看你有精神分裂啊 两个都吵起来了 一个礼拜没讲话 一个礼拜没讲话 后来跑来要做什么 做couple counseling 但是另外一个个案不一样 他类似掌握这样的课 医学经理学 他其实很凶在骂他 他说什么 愤怒的处理是什么 同理心 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同事被骂了以后就很不爽 我说我又没有去喝酒 你又把我乱讲 我去喝酒 然后他就开始理论 我们这个同事就借急用人 所以压力管理第二招 借急用人 别马上 emotion 马上reaction 他骂他 他说嗯哼 他说你死出去 他要不要死 要滚 要不要滚 他的愤怒是跟没有安全感 自卑成正比 所以他越要你滚的话 你越不要滚 他说你要讲是啊 他说你给我滚 是是是 他往前走 他会不会往后退 结果他太太往后退 我退到客厅里面就开始骂 你看你那晚回来 你本来是九点回来 也不打个电话 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我说他这用什么 嗯哼 就这句话 这句话都度过很好的效果 我跟你讲 他都骂他 一直看着他 眼神 关注 表情 关怀 姿态 前情 保护出这个try 这三大特点 那嘴巴就讲嗯哼 就很真诚 所以我刚才讲人文官怀 不是随便演的 你要真的很真诚 看他那么生气 都嗯哼 你不在 小孩的围棋孕 我都不会啦 你妈妈要打电话来啦 说你姐姐生病 要看外科要我介绍 我也不知道哪一科 然后就讲讲一大堆事情 他听了骂我五分钟 我们知道压力管理 第一个反应里面 他的反应Fight flight 我一个人在怒 胜怒的时候 他只在骂五分钟以后 他的生理大概就会停顿 他再继续骂下去就会中风 所以你不要担心 你都 你不要打断他话 让他骂五分钟 他该停就会停 你不要 你不要骂 你叫他不要骂 他更会骂 你要记得 然后所以一定要借解用人 他一直骂五分钟以后 等到他吞口水 吸气 呼气 这叫什么 生理停顿 Physiological portion 然后一定要骂完 一个complete sentence 骂到句号 你不知道他骂一半你切进来就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讲压力管理 最懒人先教你们 等到他 你要看着他 等到吞口水讲完那句话 骂到那个句话 你说 哦 太太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晚上你都没有让我讲话 我今天是跟李明彬在开会 我们那个案已经通过了 得到了一千万 你都没有让我讲话 我不知道你做这么多事情 我实在 太太你家都伟大 你才一听知道 我又要教小孩功课 又要去做守门人 要转介他的邻居 亲戚朋友去看医生 他做了那么多事情 他马上跟他讲 实在不简单 到太太听完 我叫他 趕快去洗澡 我帮你化洗澡水 然后洗完澡 好了 我跟你泡个人参汤 你自己去喝 结局完全不一样 知道吗 所以以怒 自怒 觉得是没办法 一定要是同理心 那就干嘛他变同理心 因为他知道 当医院在生气的时候 他undernational frustration 是挫折 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更需要你尊重他 所以没有药吗 有 但是不是药品的药 而是新药 心理的新 不是新开发的新 那是什么 那个药叫同理心 真的 所以越愤怒的人 你越有同理心 医生就会被名医 我的病人常常在骂我说 开这个药都没有效 我就常常在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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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听起来 这个药你吃的都没有效 我们要不要换料 这样怎么讲 没有 我说那不是没有效吗 为什么换料 我吃的药一个礼拜都有 都有效 只是到昨天没效 昨天怎么没效 我说昨天本来很好 结果太太有人骂我 我气起来了 我又发作 恐慌发作 所以药有效 所以我太太还要沟通 好啊 我们就继续 下一次找太太 我们一起跟她沟通 有没有换料 没有 所以你为什么有办法 去了解到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你透过关怀 透过同理心 所以同学不要害怕 面对愤怒的人 你要有同理心 但是你要养情习惯 你自己不要常愤怒 为什么 我刚刚已经提到 愤怒是跟自卑成正比 所以你同学修过课以后 你就互相知道 这个张三又在发脾气了 他脸上写两个字什么 自卑 对吧 他又在那边敲桌子 然后发脾气 你就说没关系 他会早死 Premature death 为什么 现在医学上已经发 已经研究很多 容易激动 有敌意愤怒的人 他真的会Premature death 他会活 活得会比一般人的寿命要简短 所以愤怒是会伤心 又会伤身 又会伤人 人际冲突里面最多 最难处理的就是分手 有的愤怒 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处理之间的 一个沟通不良的愤怒 解决分手 解决分手的方法叫同理心 好 最难的我已经讲过了 OK 所以人家问你压力的反应 就是压力透过认知判断 产生不同的情绪环境 这一段就很重要 这更有学问 为什么我们的病人 有压力反应 有焦虑 有忧郁的时候 他们不来看精神科 不来看精神科护理 不来接受心理辅导 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那为什么 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如果你的大脑判断 它是危险挫折或失落的话 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群细胞 叫Limbic System 边缘状细 它一群小细胞集合在一起 专门在管我们的喜怒哀乐 所以万一中风的血管 是在这个系统的话 他就莫名其妙早上就哭哭哭 一直哭 你哭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情绪也有它的生理基础 所以压力作用在大脑 最重要的夏氏丘 Hyperthoromous 这个像什么 像电脑 key in 压力进去 它一定会往右跑 除非你修我们的通知课 你说好 有压力 我要尽量改变压力的认知 好 有压力的反应 夏氏丘会影响什么 夏氏丘会的重量不到一公克 但是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都是这个夏氏丘的控制 为什么 夏氏丘会它的神经纤维传递 传导到交感 护交感神经 这个学问叫做心理神经生理学 再来压力管理是心理神经内昏迷 当你从台南 个性也迎来从台南 考上台大来不到两个月 女生月间会不来 这就是跟内昏迷有关 一个人压力太大 他血糖会增高 一个人压力太大 他血压会增高 跟肾上肌有关 这个是很自动的 但是每一个人有他的弱点 比如同学等下有科技回想想一想 当你在压力来的时候是嘴巴会破 或者压力来的时候是千斤顶压在头上的 那种紧的感觉还是压力来的时候是拉肚子 压力来的话是心剂 压力来的话是耳末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他有他弱的体质 这是天生 所以要了解自己的压力反应 就要先知道原来他是自然而然 Steadingint 在computer 里面的program 只要压力的话 作用在某一个人身上 一定会爬到自虐神经系统内昏迷 最重要的就是免疫功能系统 压力会经由自虐神经系统 会经由内昏迷 来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细胞 白血球 引发球 抗体的昏迷 这个就不在话下 所以现在有一门很高研究的学问 叫做心理神经免疫学 在探讨什么压力跟免疫功能的关系 我们知道我们正常人的体内 平均每一个人都有三百万多的细胞在突变 但是你会不会得癌症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的抵抗力 等一下吴老师或下一堂会讲到 你的抗力 韧性 抗力 可以足够应付压力的负荷 你就不会 但是当你产生无助无望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免疫功能方面的变化 所以有一些譬如幼稚园的学生刚离家 容易得到白血病 离婚的护女处理不当的话 容易得到子宫颈癌等等 在文先生很多 那假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也蛮多不同型的癌症病人 他在被宣布活不了多久的时候 后来接受了 然后积极乐观守候 跑到花园耕田耕种 饮食做乐 做社会公益 到后来一年后 癌症细胞消失了 跑到医院来 医生简单不可能的事情 明明是有 你用不吃药 怎么好了呢 所以人要相信 我们有我们的治愈能力 那这个就是正面思考 跟将来我们要找回来的 如何来降低交感神经的 还不老是提升我们的免疫的抵抗力 所以科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压力 如果你的品质 你认为它是无助无望的话 你就很容易百病重生 但是万一反过来 如果你正面思考的话 这个疾病就更容易好起来 这例子讲不完 那我印象蛮深刻 就是因为我到民国71到72 我到美国洛杉磯的 金修Psycho-Somalic Medicine 里面我专门是针对Psycho-Oncology 心理肿油学特别有兴趣 所以回来又到台大 蛮多个案 比较是严重的肿油病房 他的心理适应如何告知 我就蛮有兴趣 我蛮有印象很经典的一个个案 当然不是 我这个没有试会判断 我只让各位来同学想过 因为你就知道说一个人 他的意志力还有他的正面思考 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跟他的身体运用 有一个先生 他长期以来就跟太太 为了某一些问题 特别是外遇的问题 一直吵架 吵到后来就很紧张 每次要回家就心跳加快 不知道今天太太又使出什么花招来 就有一天他体力变差贫学 后来经过诊断发现是打伤癌 那太太就很尽力地专心在治疗这个先生 大概经过治疗以后 他问主治医师 请问我先生能活多久 他大概能活半年 能活半年 太太听到医师讲你能活半年 他的大脑屁肢判断他快死了 对吗 然后他产生舍不得 然后他行为变化说 早知道他会死的话就不要老跟他吵架 这七八年来 这样把他吵得让他裹血淋头很难过 所以他因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变化 他有一天就跟他先生讲 老公啊 你又没有把那个朋友带回来 他听了就很奇怪 说眼睛瞪着他 你是讲谁啊 他说某某小姐 然后他又第二次眼睛瞪着他 你讲真的吗 他就好像是真的啊 结果就带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生活改变嘛 一个改变 太太刚开始 前半年很高兴 为什么带回来以后 因为他小学老师 他跟他讲 我也要教书啊 我工作忙碌啊 也没时间招呼你啊 所以你把他招回来 我来补充你的营养 就搞到后来 刚开始他很高兴 有人打扫 像外劳一样 有人煮饭 也是像请了一个大厨师 到后来看 怎么先生越来越好 还去打高楼球 还出国去旅行 到六个月的时候就 他当然不会想说他怎么没死 他只是情绪上就很奇怪 很纳闷 我怎么还在这样的意思 搞到后来 一年后他就去骂那个医师 我跑去门全都骂那个医师 某某教授 你怎么了 就很关键 你怎么了 我先生啦 你先生 上礼拜才来很好啊 救世太好 救世太好 他一直窘不出来 就赶快把那个护理师 哎 哎 Misle Misle 赶快赶快 就把他使一个眼色 就比让他去讲 他讲什么就讲我刚的话 那这是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 一个人在无助无望 很容易生病没错 但是一个人在积极乐观的时候 你整个endocrine 你整个endocrine 内护蜜体系 我们的人的治愈能力 它相对会增加 当然我不是要鼓励你 我外遇 只是告诉你说 你在处理事情 如果抱持正面看法的时候 你就会弄得很好 所以我回国又是一直在challenge 我们的肿瘤科医生 一句话 我们家属很喜欢问医师 请问我能活多久 我说我先生能活多久 我们的医师都说这个很难讲 但平均活六个月 家属停了以后 医师说平均活六个月 如果这个病人真相信他活六个月 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 或者没有上过压力管理的课的话 他就等六个月在那边等死 他就叫什么无助无望 所以到后来的统计 你会发现他讲得很准 怎么到六个月通通都死了 那医师的evidence base很准 其实不是 是你的讲话让他死的 你说我不能骗他 我们要告诉他说 到目前为止有限的科学证据 至少你可以活六个月 但是你不要忽略掉 我们人的身心整合有他的治愈力 你如果生活调整好 睡眠好 有压力管理情绪好的话 也会活得更久 这句话没骗他 没有 但肿瘤科医师多讲这句话的话 病人会觉得 那我有很多事还要做 我还要好好的睡觉 我要娱乐 我要生活 我要学习一个肿瘤病人 到底我应该怎么save care自己 我要如何做运动 所以他真的活得更久 所以这张我讲比较久 是因为将来 我们在谈心理健康促进的时候 不是只有谈心理 因为心生合一 他是经过夏世秋 OK 好 那整个总结来讲 所以压力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会影响到生理变化 更影响到认知行为变化 这个就我刚刚提到了 那作用在自律神经 譬如以心脏来看 他就有心脏血管的反应 作用在免疫的话 就有免疫功能的变化 作用在内会面 以内会面的失调 那行为的话 他间接会行为又影响到身体 譬如说他会造成很多情绪焦虑 忧郁的情绪反应 另外一个意外 譬如说当他愤怒焦虑 他用的coping的行为的变化 是开快车 或者是变成暴力 这个因为造成很多 accident 變成 accident promise 再来不健康的行为上喝酒抽烟 这跟压力都有关 是这一张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在宣导健康 它一个全面性的身心合一 大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媒介机转 这一张我们吴老师特别准备给大家 把刚刚的话我们的 summary 有压力是完全你大脑正常 你在消化吸收认知一个information 譬如你刚刚看到我男朋友 我看到女朋友劈腿的想法 或者是离婚或癌症 医师跟你讲 你活六个月这个information 你如何appressor 如何去认知评价 不同的评价 刚刚提到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 emotional reaction 焦虑 忧郁 愤怒 另外一个焦虑就像危险 在深山碰到老虎一样 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你碰到老虎不是攻击逃避 就是要逃走 对吗 这个要干嘛 交感神经要增加 所以心跳加快 腹肌急速 血糖複蜜 要够 让你能够打敌人 所以这个叫做生理功能的变化 它是像电脑set up 在电脑里面的program一样 一直会进行 再来会影响到这两个反应 就是coping effect 你的因应的一个模式 到这里同学有没有问题 讲这么多话是要告诉大家 新生是合一的 我不是宣导 我不是盖人的 他是真的 你通过大脑会整在一起 你说每一个人对压力的反应不一样吗 当然是不一样 所以当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你是不是性格问题 三个C 一个人在面对crisis的时候 他会产生complete 主要是因人他的character的问题 所以一个依赖性的个性 万一他离家 就变成依赖跟独立冲突 所以离家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三个C完全是负面吗 当然不一定 吴老师特别跟大家准备的 健康的性格反过来三个C 面对压力勇于接受挑战 勇于面对 然后可以commitment 另外增加self control的话 你还是可以把事件控制好 另外你的coping ability 还是会增加 所以压力跟性格 他也有正反的一个两面 压力跟性格 当然最常见的所谓压力的性格 就是强迫性最常见完美主义做事情一定要百分百 一定要收拾 二分法非黑几百 考试88分也觉得不满力一定要100分 再焦虑容易紧张不安 容易依赖 容易夸张情绪化 多疑自念孤僻冲动 容易情绪 目的容易变动 那这样就是博德纳边缘 这些个性将来我们在未来都会慢慢讨论 我就不一一再讲 那刚刚我讲比较多的叫个性心脏病的性格 心脏科学家很容易讲一个病叫A型性格 什么叫A型性格 就是充满竞争心 容易发脾气有敌意 然后一个时间做两个动作 40年来A型性格研究的结果 其中敌意就是我刚刚提到愤怒的处理 愤怒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最大 所以敌意是将来我们在面对压力里面 势必会常常面对的一个议题 那压力之所以压力 另外一个我刚刚提到 因为经过评价 那主观评价 我们就说会造成压力 我们蛮有名的叫非理性的认知 最常见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要问我自己干嘛那么生气 女朋友今天哪里少打了三次 我干嘛那么生气 你可以反问自己 所以会得到打破砂锅问到底 问到一些不合理的认知 那这我就不一一再举例子 因为大家都会有你个人的例子 你个人来反省 但方法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为什么气 我是气什么 是什么原因 结论 我这样气有用吗 是最常见的不合理 或者非理性的认知 但第一个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 就像我刚刚同事的太太一回来 看他晚回来马上就第一句话 就跳起来结束 你又喝酒了 想他没有 这会激怒他就开始没有同理 因为断章取语 以偏概全 不知轻重 世事观景 非马吉旅 导果为因 简洁二要 但是你要用你个别的例子来探讨 终结的目标就是你要分析自己 我这样的推理是没有用的 是不合理的 然后来改变自己 就这样来所谓我们认知的ABC的意思 譬如有一个事件 你为什么会把它曲解 造成一个不良的结果 譬如这里提到 我跟朋友分手难免 因为个性不合 但如果你的认知讲 我被甩了 然后就开始负面讲 我不是好的 我比别人差 然后会导致忧郁 提不起经验 自残 所以这个认知的ABC 这个要重点地强调 一个人压力之所以压力 是完全在于 你不合理的一个认知的推理 产生的结果 另外压力跟病为什么会有关 大概有两个研究 比较电话电信 第一个是A型的性格 我刚刚提到 生活压力事件不一定要多 但是你的个性 如果属于容易发脾气的 你就很容易产生 不良的健康行为 导致疾病 再来 这蛮明明的 如果这个事件 让你觉得无助无望 你就很容易导致生病 或导致健康的议题 他们观察很多 动物园里面的母猩猩 心脏病死掉了 他的脑弓来抱着他 突然间也会一起过失 那为什么 即兴的无助无望的感觉 会造成交感或交感神经的 共同的迪迫 而造成他整个心脏 血管方面的一个停顿 所以会突然会暴毙的意思 我另外一个量化研究 不管你会压力 你过去一个礼拜里面 或过去一年内 累积很多的生活压力的改变 或生活经验就很容易生病 我就用算数问题 好 上课 迟到 考试不及格 男朋友分手 然后女朋友霸凌等等 那么多事件加在一起 那未来一年 只要他累积更多的压力的分数的内容 越高 他未来生病比例 重大疾病比例也越高 质量化研究 这样的同学有兴趣 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 好 那剩下短短时间 我讲一些压力管理的几个原则 实际上刚刚我已经有透露一些 第一个压力管理不是等到有压力再管 平常就有抗压的五个装备 这已经老兄参谈 另外一个我们改变压力源 压力源如果能改变那是最好 譬如他A型性格 所以每一次8点上班 常常会塞车 常常会吵架 会骂人 压力源一改变 好 我就提早到7点出门没人 虽然我个性紧张 但是我一路畅通到办公室 7点半就到 老板看到我还夸赞我说 我好用功 我好认真 这是压力源的改变 但大部分的压力源都不能改变 所以我们蛮重要的 未来的课程很多 大家都是要学习 如何改变压力的反应 抗压的五个装备 他们是研究世界最顶尖的 自认为或被认为或被公认为 被评估为 他们最会应付压力的专家 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睡眠 营养 运动 放松的技巧 安排休闲 这都是健康生活必要的 我们未来会慢慢跟科来讨论 但今天我们要带到的就是 特别写出来 放松是压力因应里面必备的 当你面对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第一个要先离开压力源 我现在很生气 就先暂停 去洗个手 去喝个水 去刷个马桶都可以 就暂离压力源 暂停转练 再来就是呼不呼吸 Breathing 再来就是脑力忌惮 其实今天我们在谈压力放松的技巧里面 古今中外 很多压力放松的技巧 但是它重点 共同的有效因素 归纳起来是三大项 第一项就是呼吸 有效的呼吸 因为压力放松 主要是在降低交感神经 所以同学不要小看这张幻灯片 国内外很多方法在谈放松技巧 都是在强调 它的细慢优反的复视复习 另外一个是全身脊柔放松 再来就是注意力集中的某一点 也是意识在说 我在学过心理的都知道 我们一个人在一个时间点 只有一个注意力 所以当你全身贯注 在想我的空气如何进到位 或全身贯注在想 我民国几年 几月几号 跟我的女朋友在海边上 我一起共同 我看黄昏的夕阳 好兴奋 好温馨 你在想它的时候 你考试不及格 所以你进不来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在一个时针点 就是一个注意力 像你坐在河边 仔细看河水在流 你的血压会下降 心跳会变慢 心情会开朗 所以注意力也是很重要 整合呼吸 肌肉放松跟专心 这个我们就很多方法 包括吴老师未来会谈到的 所谓的正念呼吸法 就是专注于呼吸的流程 跟它的树率 所以蛮重要 放松技巧 是你们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 必备的一个技巧 不要小看护湿呼吸 所有放松方法 研究最多的都是护湿呼吸 为什么 因为慢慢的 腹部呼吸的话 二氧化的浓度会增高 血液会微酸 血管会扩张 所以它循环会增加 另外横隔膜的垂脂运动 我们下腹部 它的负压增加 有些蠕动 刺激我们的肠胃 中国人90%都有痔瘡 有Hemorrhoid 如果腹部呼吸的话 也可以改姓 这种静默飞流 最重要的 腹部呼吸 它透过全身肌肉放松 也会影响到 我们很多神经系统 降低我们的交感神经 提升护交感神经 所以 腹部呼吸是将来必学 它不是说你听录音带就好 你应该有些准备动作 希望将来有机会 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练习 焦虑的人他呼吸是浅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先感受呼吸 然后尝试用腹部来呼吸 再来调整呼吸的速率 未来会再教你们 吴老师最有名的7-11 我将来会告诉大家 最重要就是说 你了解腹部呼吸的作用以后 透过行为的调整跟临场应用 譬如很生气的时候 刚刚我讲过 我当男朋友生气骂你 你知道他 还搞不清楚 他在骂什么原因的时候 你这很全神贯注 腹部呼吸的听他讲完话 你更能够有同理 更能够专心知道 他在骂什么事情 所以腹部呼吸 我个人是觉得 在目前为止要提升 医病沟通 医疗品质很重的一招 原来台湾医疗纠纷 里面把这85的案件 到后来判定医师都没罪 那都是为什么不爽 不爽是跟什么有关 沟通 沟通是跟什么有关 愤怒 讲话不客气 所以如果先放松以后 再去跟病人沟通 那往往可以事半公倍 而且同学是一样 当你考试焦虑 怕明天考不好 如果你呼呼呼吸的话 就睡得好 注意力可以专注 有灵感 所以压力管理的方式很单纯 如果他是紧张型 个性耐心做互不呼吸 当你互不呼吸 神经系统 自律神经系统 整个稳定下来 你才能够思考 思考什么 打破砂锅 问到底 问自己 为什么这个事情 我到底怎么解释 让我怎么不舒服 你把这个错误的讲话 一改过来以后 你的正面效果就出来了 这临床上蛮多案例 我看过一个余先生 他有一天因为功课压力很大 然后他疼痛 失眠 就到我嘉医科去体检 就查出来什么都正常 只有一个血糖 血糖的溶度103 台大医院的话就把它写红字 103其实是不太有意义 但写红字 后来他回去追踪 我组织医师跟他讲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不达到糖尿病的标准 但是你要注意运动等等等 我们那个医科学生 他只听到糖尿病伤了 是整个人突然的嚎啕 淘哭 晕倒在地 我那医师吓死了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就只有血糖103 然后只讲到 你不太可能是糖尿病 你怎么马上就结果就晕倒呢 后来就叫我去看 我说同学你怎么回事 老师我活不了了 结果我活不了 又是活不了 我得到糖尿病了 我说刚医师不是讲 你还不是糖尿病 不行 我跟你讲 我妈妈就是死于糖尿病 他妈妈就死于糖尿病 OK 所以他为什么听到糖尿病 他会害怕 因为我妈妈死于糖尿病 我会跟我妈妈一样死于糖尿病 然后就问 妈妈呢 他就哭了 我说看你很难过 我妈妈半年前的死在台大医院 就讲了 我说妈妈怎么死 又哭了 我怎么回事 他两腿都巨断 我住在加护兵王 我说到现在 他半年来还是在孤立 压力没有管理好 还在伤心 然后我说妈妈原来呢 妈妈原来在台大10年前都很好 看看某某教授 他血糖控制很好 后来我爸爸帮到南部上班 帮到高雄 后来就没吃药 后来就吃草药 后来就 不行了 后来就送台大 所以我只讲一句话 我就把他理清 correct dispute 我说所以 妈妈是真的有糖尿病 是啊 在台大医院有规则治疗很好 是啊 后来是没吃药才不好 对啊 后来他笑了 我没心理治疗 没有 他突然醒过来说 原来糖尿病是可以治疗 我妈妈死是因为我没有好好治疗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你只要correct 他那个错误的信息 你马上就豪然开朗 所以压力管理自己常常要演练 一定要强调自己的正面思考 不要落入负面或不合理理性思考 因为人际关系的沟通里面未来 因为各位要当守门人 所以永远离不开大家的 也就是同理心的发挥 如何建立同理心跟良好的peer relation 同才的关系 或者跟长辈等等 只要人际关系沟通发挥重要的积极聆听 积极聆听就不打断 我刚提到积极聆听要配合你的lambora 就是要演成关注表情 关怀姿态前情 全身放松 然后要发音 嗯哼 表达你以后再听 你听得懂 不像哑巴一样点头 好不好 OK 敏感度 他在哭 你就不要转你话题说今天天气很好 他在哭 你在hear and out 此时此刻 我看你蛮难过的 就叫同理心 所以用同理心设身处地 来听他讲的话 可以表达你的真诚 接纳 关怀 温馨 尊重 了解 教育这种病人来看我 我你今天怎么来 他们都说我没病 说我假病 我说那你哪里不舒服 我就我刚那一套 他讲一分钟晚 然后李教授 你说我有没有病 我说你当然有病 两分钟 他马上整个人封锁下来 李教授我终于找到 找对人了 只有你知道我有病 其他医师都讲我没病 我说没病是什么 他以为我是假的 我说这很痛苦 这个教育医生就是这样 大家讲你没病 你又很苦 你讲的话大家都不相信 你儿子女儿都怕你 对对对我是这样 又第二次哭了 然后我可以讲 忧郁症的焦虑症的治疗 怎么怎么治疗 所以你将来什么时候再回来 他听完就笑得出去了 所以不到十分钟 他哭得进来可以笑得出去 那是为什么 关系的建立 然后让他知道要厘清 他未来的治疗方向 是最后一招人际关系的沟通 我关怀很抽象 但是具体来做是什么 一定要注意 刚刚的所谓的非语言沟通的技巧 表达关注以后 永远这几句话你离不开 情绪的支持技巧是什么 一定要让对方讲出他不愉快 然后厘清 认知上他到底为什么不愉快 讲得好鼓励 讲得不对可以厘清 我最后再做建议 这样的个案实在太多了 我常常举着一个经典的例子 讲完大概我们这个课 时间大概就差不多 我讲经典是说 我同学跟我是好朋友 他妈妈也是将近70岁 头痛已经二三十年了 都治不好 我每天大概几乎都焦虑 忧愉就躺在床上都不太动 有一天是听我上课 我躺到这个压力管理 头痛 他打听我说明明啊 我带我妈妈来 你偷偷给他问一下 我说你可以问他为什么偷偷问 我不好意思问 你问他有什么压力 我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就像你讲的 我偷偷二三十年了 我给他吃什么药都没有效 我来他妈妈就带来看 我是真的来 来我就跟他打声 我说陈妈妈 你好 我是李明斌 我认识你 我儿子有讲 我跟你讲 没笑 没笑 讲他怎么 拉好长 我说怎么会没笑 我说气出来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你气出来了 就对啊 我说你气什么 他看了同学 不然我同学就闭门 就跑出去了 他说我气我媳妇 我说媳妇怎么样 我媳妇嫁过来以后 我都不做家事 我每天如果我不在家 我儿子都吃便当 我不在的话 我儿子还洗马桶 擦地 他又显论文 好可怜 我从小我儿子都保护他 他怎么让他这样 我说你气得怎么 你气得发抖 你说怎么 我不敢讲话 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嫁妆 楼房都是他的 他的嫁妆 所以他讲到什么 所以我气得都没说话 我说到这里多久 三分钟 我说说你这里有病的气色 就对啊 所以我跟他讲生气 好了你要看看 我厘清了 他的气坛媳妇 我给他做什么称赞 你知道吗 说欧巴桑 我这样气一十年 头上疼一十年 你现在也会得到 很不简单 他笑出来 他本来是酷伤的人 听我指头说 你笑得更坚强 他笑出来 我跟他称赞 然后我给他鼓励 你这个好 就是倒了 气了 那把他丢了 腰痠疲痛 所以你要运动 再保证 只要运动的话 一定会好 我做建议 你要到228公园去运动 结果他真的去了 真的去了 第一天去 一个老人问说 你如果来 刚才我跟他讲 我不来的话 早就死了 我说为什么 医师叫我要来 为什么 我的全身痠痛 已经病了二十几年了 我被我习乎细死了 天下乌鸦一边 你习乎是怎么样 我习乎很凶 我那个儿子 给我20块 要搭公车二把他要回去 他一边甩锁一边说 这习乎怎么那么凶 到隔壁店就问他 你还有媳妇 他说有啊 然后他又把那个 习乎不止换的问题 都讲一遍 就是他问他 你习乎那么有钱 那有钱给你吗 有啦 一个要给我两万块 做收费 因为我还有两万哦 过年了 十万 哎哟 欧巴桑 你提的东楼没处早啦 你这个媳妇有够好的啦 就他笑出来 一个礼拜后 不是病人打电话给他 那是媳妇打电话给他 他说阿兵 你们那样厉害 我怎么 我家来这么久 从来看我婆婆笑过 从看你以后 现在早上七点运动 八对你回来 满变春风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 他已经把你新公园 二十八公园把你骂得狗血淋头 所以我不是要你没骂人 我是要你要对方有机会要讲话 以后才做建议 那我爸上自己都知道他气出来的 但是没有用 OK 那时间已到 我三不来 讲那么多 实际上未来要讨论是什么 减压的期待原则 第一 运动跟修整是必要 将来要好好的纳入生活规划 第二 一定要学会放松的技巧 什么都可以忘掉 放松一定要记得 第三 因为压力 你会学到我个性太古墨 我想法太悲观 然后可以知道别人跟我的关系 为什么要冲突 为什么要让我发脾气 让我奋斗 所以知己知彼 再来情绪支持 蛮重要 特别要同学要记得 有困难一定要奥远 Ritch Out去找寻朋友 同学 师长 不要一个人单独来面对压力 更重要的理性认知 理性乐观的态度很重要 更重要你要了解 不良的情绪会破坏神经健康 积极乐观可以让你长病百岁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 工作都不是问题 设定客行的目标 分成从容易的开始做逐次做 这也是一个行动的概念 让你可以由易到难 最后积极乐观 建设性跟乐观性的思想 预见 另外要常常自我暗示 要提醒自己 所以未来吴老师也会提出他的绝招 让你每天要想三件快乐的事情 所以里面我讲原则 但如果细节如何推动 我未来的课程都会慢慢跟大家讲 最后 弗里德知道 精神科老子中有一天他学生 我来请问老师 你那么厉害 什么叫健康的成年人 老师说 to war 跟to love 现在讲这句话过不过不过 因为现在很多工作带来压力 人际带来冲突 所以这堂课就在教导大家 你要做一个现代化的健康国民 拿一把钥匙 就是你要学to relax 比较小康者三句话 我们现在所谓的文明政府 文明国家 他要推的健康城市跟健康国民的三道指标 就是这个 第一 他让他的国民能够实验 实践或者深改规划 让他的民众百姓能够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 他要他的民众高兴喜乐 有正常的修剪生活 所以我想以最后这一章来跟各位共勉 希望大家修完这堂课以后 不是不痛苦 而是希望能够放松 放松完全是在靠自己 他是有方法的 是要从压力开始来管理 所以我想拉拉扎扎 跟各位同学来分享 多年来大概压力管理 不是那么难 只要大家用心 以前演讲一次就完了 现在我可以盯着你们 因为我们有一学期 有小组讨论 我就简单谈到这里